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写讲座 善巧方便 要是梁黄宝灿也好 也都是善巧方便 但是 如果你开悟了 梁黄宝灿也好 是私相 你悟到了 送梁黄宝灿 句句都是私相 你悟到了 进入内团 句句通通是私相 在心 仪式只是方便善巧 引导你 给你一个助援 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悟 还要建训 因此 我们要记住 听经文法 平常的听经文法 累积的智慧 才能够有一天 建训 这样做起法会来 有意义 灭佛起来 有意义 做起水路来 有意义 拜佛点灯 回向有意义 退顾 一切对时 向心相应 通通很有意义 那也是说 师父那么不开悟的 那么我们认真的拜 诚信的拜 诚信的拜 接近第一地 但是还不能成佛 为什么 你没有见性 有没有意义 还是有意义 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结了一个很好的因缘 拜佛 念佛 拜灿 点灯 都很好 但是没有办法 精神 即使 成就 福道 要不呢 就念佛 到极乐世界 去好好的 重新修行